挖了一个大魔芋,冲洗干净,去掉外皮,放入盆中,倒入20斤清水,研磨成粉红色的魔芋泥,倒入调好的碱水,迅速搅拌成灰色,全部变色后刮平整表面,静置5小时,凝固成这样,倒入山泉水,切成小块,锅中加入清水,倒入魔芋,开火煮掉碱味,美味低卡的魔芋片和魔芋丝就做好了。 挖了50元,摘了一挂棕榈果,砍出果实,一层一层的非常饱满,倒入清水中,清洗干净,捞出控水,果实打开是这样的,倒入蒸锅,盖上盖子蒸45分钟,倒入晒兰,用木锤锤打果子,打成果盒分离,去掉果盒,用木锤敲打果肉,放入锅中,加入山泉水,开大火熬至,熬到只剩下渣渣,倒入纱布, 过滤出浓浆,用葫芋晃动水面,可以看到油线一直往上跑,全部浮上来后静置冷却,用勺子舀出棕榈油,起锅,加热融化棕榈油,80度油温时加入白土和活性碳,放入蒸锅保温静置脱色,两天后油已经清澈,倒入绿纸,黑色的油经过绿纸过滤,变得清澈透明, 一共出了900毫升油,花了1200元买了50个珍珠棒,取出珍珠,紫色的非常漂亮,把珍珠研磨成细腻的粉,再混合羊奶打成细浆,破壁机太实用了,居家必备,我用的是肖战同款九羊不用手洗破壁机, 外衣,用完自动浸入清洗,太幸福了,还可以热烘除菌,干净又安心,养奶倒入冰格中,冻成冰块,加入135克碱,搅拌融化,山茶油630克,橄榄油270克,倒入冷却的碱水,使它们产生反应,一直搅拌到变成厚厚的糊状,倒入模具中,刮平整表面,盖上盖子保温一周, 一周后冷灶定型开始脱模,用钢丝刀均匀地切开冷灶,放入竹盘中,切下的冷灶还需要通风放置几个月才能使用,摘了几挂成熟的蜂巢蜜,取出树枝,放入竹篮中,挤压过滤出蜜汁,蜂巢扎扎扎放入蒸锅蒸30分钟,融化出天然蜂蜡,用滤网细过滤一遍,静置冷却,冷却后可以轻松地取出蜂蜜, 清洗蜜糖,起锅,倒入橄榄油,放入蜂蜡,加入胡萝卜素,搅拌融化后关火降温,等待的时候老公托人出现,原来今天是在一起的十周年,他准备了这枚第二钻戒,每个男人凭身份证一生只能定制一枚,寓意一生唯一真爱, 他十年如一日的浪漫让我相信了用一生爱一人的承诺,搅拌均匀后入模,加入胡萝卜素的唇膏颜色非常漂亮,冷却后盖上盖子,天然蜂蜜唇膏就做好了,新鲜胡萝卜50斤,去皮,切片,点炭火,上烤栏,放入胡萝卜片,分两层烤,一夜后水分全部烤干了,准备时就,放入胡萝卜干,研磨成胡萝卜粉, 舀入蒸馏锅,倒入有机溶剂,隔水加热30分钟后,萃取出胡萝卜素,将萃取物进行过滤,除去固体物,得到萃取液,倒入蒸馏锅中,蒸馏后干燥得到胡萝卜素,院子里的桂花开了,采了满满一栏,摘下桂花,筛掉杂质,倒入清水中,轻轻地扑洗灰尘,捞起控水, 倒入锅中,加入老冰糖,放少许水,开大火熬至,熬到水分变干,关火,冷却后加入土蜂蜜,搅拌均匀,香气扑鼻的桂花酱就做好了,装入玻璃瓶冷藏保存,农场刚挤的新鲜牛奶,倒入锅中,加入柠檬酸,小火加热到32度, 离火倒入凝入煤,搅拌均匀,盖上锅盖,静置5分钟后牛奶已经凝结,把牛奶切成块,继续加热到40度,过程晃动奶块使受热均匀,40度离火,盖上盖子静置5分钟后,捞出奶酪,每个月的18号是美团外卖神券节,给大家送水果福利了,打开美团外卖搜索吃货,领取18元水果券,冰封火切,不超过6.9元, 红心蜜幼9毛9一个,超级划算,也可以戳评论区了解详情,浸泡25秒后捞出芝士,反复拉伸折叠5到6次,芝士会变得光滑细腻,分成大小相同的芝士团子,两升鲜牛奶做了三颗芝士球,可以直接吃,也可以烤着吃,营养美味还能拉丝的奶酪芝士球就做好了,摘了几个新鲜椰子,切开椰子的外层,从中间挖出洞,倒出椰子汁, 打开老椰子,刨出椰子肉,倒入椰汁中,起锅,开大火熬煮,等待的过程来一杯安慕吸5克蛋白酸奶,好吃又营养 熬煮好的椰汁关火冷却,倒入干净无菌的容器中,过滤掉椰肉,放入白糖,接上椰果专用菌,盖上纱布,静置发酵一个月 一个月后,表面出现一层厚厚的水晶纤维,这是生物合成的优质天然膳食纤维,把椰果冲洗干净,切成大小均匀的颗粒,起锅,加入山泉水,倒入椰果粒 水开后煮半小时,舀入糖水中,美味的椰果就做好了 浸泡了一叶的豌豆,倒入清水中,放过去上反复揉搓,捞出搓下的豆壳,过一遍清水 倒入蒸锅,蒸两小时,天然燕窝两盏,倒入山泉水,静置泡发三小时,撕成条 调洗干净,放入炖中,加入山泉水,盖上盖子,锅中加水,盖上盖子炖15分钟,蒸好的豌豆出锅 加入土蜂蜜,倒入炖好的燕窝,用料理棒碾碎豌豆和燕窝,碾成细腻的糊状,放入模具碗中,抹平表面 冰箱冷藏5小时后,盖上盖子,倒扣脱模,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,好吃的燕窝豌豆黄就做好了 买了不少大黄浆,清洗干净,用擦泥器研磨成泥 倒入山泉水,刚上放入竹篮和纱布,把生姜泥舀入纱布中 倒入清水冲洗一遍,挤干里面的水分,满满一缸,盖上防虫网,静置沉淀3小时 快速倒出姜汁,用勺子挖出底部白色姜粉 最近陶特全网请客,这次用的大黄浆就是在这买的 这里有很多原产地职工好货,大黄浆都是新鲜的 因为职工,所以超值,现在点击评论区下载陶特APP 搜索职工好货,天天万份免单,狂撒10亿红包,小火炒熟姜粉 这就是生姜素了,研磨成粉末状,装入玻璃罐中 正好闺蜜请客,带去送她一瓶,一勺姜素,一勺蜂蜜 冲入温水,味道清香好闻,健康又美味